中秋节传统除了吃月饼 还要撸兔子 但最重要的是什么 赏月 那月亮你在哪里呢 嘿嘿 找到你了 大家好 我是Ivy 欢迎来到Ivy的微醺酒馆 花到七分 酒至微醺 让我和你分享 不玩而美的品酒至高境界 哈喽 大家好 我是Ivy 欢迎回到Ivy的微醺酒馆 那么中秋快到了 我在这里收看我视频的酒鬼们 花好月圆 月圆花好 花容月貌 花 花 钱花不玩 那为了拍这期中秋特辑节目 我特地花了大钱买了网红月饼 古人月饼 还不是咧 我买了大家看了都会流口水的 流星奶黄月饼 那其实这期节目我是想做一个网红月饼 搭配不同的酒 看当中酒最搭 结果 他说大家吃月饼 切还是不切 一号选手 T9 二号选手葡萄酒 三号选手葡萄酒 我不开了 我真的拆了无数的坑 然后我就在想既然都不搭 那我就自己弄一个 所以今天呢我要来教大家做一款 让你称霸中秋宴会全场的鸡尾酒 星空月酒 月饼配酒天下我友 欢迎在宫廷继续接龙 那这款鸡尾酒其实非常的简单 只是准备的时间会比较长 所以呢 我建议如果你要在中秋秀一秀的话 提前一天准备 那第一步呢 就是用蝶豆花来浸泡琴酒 任何牌子的琴酒都可以 那这一步呢大概要十二个小时 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准备 大概六十毫升的琴酒需要三到四朵蝶豆花 这样的配方 十二个小时之后呢 就会是这样的颜色啦 第二步是要准备我们月球的部分 我们需要用到的是 椰奶奶油还有我们的简单糖浆 这一步大概需要五到六个小时 才能成为一个冰球 我的月球配方呢 就是一份奶油配两份椰奶 加15毫升的简单糖浆 在杯子里进行混合之后呢 倒入我们的圆形冰模具 放到冰箱里面 五到六个小时之后就可以用啦 进入我们的调酒环节 其实昨晚这个我泡了 大概有二十四个小时啦 就已经是这种深蓝色 我们在我们的搅拌杯里面 放上一块大冰 加入大概三十毫升的 我们用碟豆花浸泡好的琴酒 这颜色也太好看了吧 给它进行搅拌 搅拌的原因其实就是 让琴酒的温度冷下来 而且也让它那个酒精度 不要那么的高 那么的刺激 这个魔幻的颜色 我们再给它嚼一下酒精感还是有一点重 那么魔法来了 我们要往里面放入这种可食用的亮粉 我觉得加这么一小勺呢 里面就已经散下了 现在好漂亮啊这个 我感觉我在银河系里面 我们请出我们的月亮 这是我动了大概六七个小时的那个月球 我把它放在一个马青尼杯上面 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好看一点 你就找一个比较浅的杯子就好了 把这个银河倒在我们的月球上面 顺着这个边边 然后不要掩盖它 哦天哪 那我们的星空月酒就完成了 到我们的市酒环节 我又可以吃月饼了 哈 我跟你讲这个星空月酒真的是太美了 我从来没有做过一杯这么好看的鸡尾酒 你要让它这个月球慢慢的融化 我们来试一下这月饼的搭配 椰奶的奶香跟这个蛋黄的蛋黄香 搭配在一起 超棒 琴酒里面各种草本的味道 就让这个月饼不会太腻 这个搭配完美 大家一定要去试一下 喜欢Amy的星空月酒 别忘了给我一键粘点 有了这杯酒 你肯定就是中秋最亮的那颗星 忘了提醒一下大家 过了中秋以后 2020年就剩三个月了 哈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拜拜 中秋节快乐 美酒既是艺术也是生活 关注Ivy的微醺酒馆 带你品味乐趣人生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